刘备正带领众人祭拜陶仙 城中突然冥想紧重 众人都以为是曹操杀回来了 士兵来报却说不是曹操 是吕布带兵来的 原来曹操返远州后 只用半日就大败吕布 吕布没地方可去 带领残兵来徐州投靠刘备 刘备清楚吕布来意后有些犹豫 张飞关羽都不同意接纳吕布 刘备却想联合吕布一起对抗曹操 考虑再三后 刘备决定接纳吕布 只有赵云在身旁表示支持 刘备在城内设宴接待吕布 吕布在席上去喝大了 一番自吹自擂 只把旁边陈弓急得如热锅蚂蚁 拦都拦不住 对面关羽也是看不下去 红脸都气得发紫了 出言几对吕布一番 吕布却不以为意 自说自话继续吹嘘 说着说着 刘备坐不住了 洗身表示自己的徐州自使 只是带领 自己没有任何官职 不配拥有徐州 而吕布兵强马壮 又是奋威将军 自己愿意把徐州让给吕布 吕布刚想接过大印 就被成功拦住 成功用出先前刘备 对付淘契的那一套 当场表示要离开徐州 刘备急忙让他们 留下从长记忆 印析散后 成功拉住吕布相谈 指责他 袭上太轻率 差点中了刘备的记忆 惊醒过来的吕布 请教成功接下来的计划 成功让吕布 假意和刘备 结成异性兄弟 先拿好关系 再见机行事